长林这头发不错啊 发型非常的精神 根根竖直 左左向上 感觉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实力分析来讲 我们可以说这只中国南蓝 他们是可以讲实力不如对手 这是一只要路的土地 我们可以说四分之一的国家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您可以提到高位 看一下 做一个底线的方法 漂亮 这个被掩护之后 直接插到了底线 没错 进入火力全是好 全有信心 大家看现在国家队 他的防守 他的这种聪明和他的坚决 尤其是刚才中国队 在篮下形成这种换人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讲 这个防守已经失败了 小防大在篮下 利用自己就是见识的增长 对吧 对抗性的提升 包括这种眼界的开拓 目前今天六分 两发都中了 在预选赛当中战胜韩国队 那一系列的表现 真的是让我觉得太 很多时候都让我觉得很意外 年轻的稚嫩的球员之后 在面对韩国这样的老对手的时候 在面对伊朗这样的这种豪强的球队的时候 他们能打得如此出色 我觉得真的是让我非常的简单 这个球又是如出一辙 那么吴贤非常的聪明 进行一些控制 对于双方球员的情绪也是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震慑 组织进攻的时候已经就只剩下14秒 我们看现在中国队组织进攻的时候 我们刚才是17秒 那这就是中国队这帮年轻球员 他在防守当中做出努力 你在比赛中占的这种便宜 中国队还握有球权 有一圈 又是一色 漂亮 和前沿 砸了满球尽 对 就是你 我们讲的时候你打得合理 幸运女神都会 向你 对 漂亮 这也是围绕吴贤的一次进行配合 这也是围绕吴贤的一次进行配合 现场队唱的是什么歌 我就知道 压一下节奏 用一下时间 上一个等菜 漂亮 目前打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47比66 最终的比赛定格在了77比66 这批年轻的中国队队员 这场比赛还是我们带来了相当大的惊喜 对 期待着他们更好的成长 这场比赛就已经转到这儿 再一次感谢 连锋指导带来的精彩电影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